中午吃饱之后 很多人会选择趴着睡一下来增加体力 不过医师提醒您哦 如果是儿童还没发育好啊 趴着睡午就可能会影响脊椎发育 严重的话还会造成紧动脉玻璃 中午吃完饭趴在桌子上小睡片刻 对很多人来说是幸福的享受 但是现在这幸福的片刻 很有可能会危害你的健康 趴着会压迫到眼睛也好 让你的呼吸比较不顺畅 尤其脖子的扭转 扭转的话对这个颈椎跟颈动脉 胸部心肺方面或者胃肠方面 其实这些都会有长期的压迫扭转 趴着睡太久反而觉得浑身不对劲 很多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手脚会麻麻的 然后是脖子很酸之类的 会啊每次起来都会啊 麻麻的有时候可能手 因为趴太久那个手麻或脚麻 要不然就是有时候这边 有时候这边要交换性的 或者用个抱枕 或者有个框架 但让你的头脊椎稍微挺高一点点 所以医师提醒睡觉时可以左右交换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躺着睡 对 未经许可不 meglio